各位姐妹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 都能够是一个被用的一个器皿 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来到教会 只是做礼拜 那你跟没有来教会的意思是一样 其实你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 你是被拥抱 是神的爱保护你 是神的爱拥抱你 那是对的 你不一定要做什么 你只要被神拥抱就好了 但是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你应该在什么面前成为贵重的器皿 我常常思想一件事情 五千 两千 一千的仆人 都是被选招 都是被拥抱的 都是被提起来的 但是一天 两天 三天 主人不在的时候 那个一千的仆人 仍然在等着被拥抱 主人回来要拥抱我 那有一天主人就说 你这没有用的器皿 没有用的仆人 但是没有用 其实并不叫没有用 叫做懒惰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用 一定会有用的 那你说我不行 我告诉你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 真的认识我的人就知道 我真的很不适合当牧师 因为我很内向 不太敢跟人家讲话 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 跟我们的弟兄妹 缓缓相扣的是 耶稣基督的呼召 所以在你身上有呼召 在你身上有神的爱跟呼召 我在你面前就跟你变成 最好的朋友一样 在生命中那是感觉得到的 但是弟兄姐妹 你不要说你没有恩事 恩事是随着你的道路给你的 圣灵随着祂的意思给你的 你不够格就不给你的 但是弟兄姐妹 你够格以后祂给你 结果你只占据恩事 有天祂会拿回来的 然后但是你还会 眷恋那个恩事 你就心生苦毒 人家这以前都是我做 以前都是我做的 这个有时候恩事是很好的 但是有时候恩事更可怕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探讨 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首先要来感恩 我们教会是蒙受恩典 很大的一个教会 在这个恩典里面 我们感受到 神从 我开始开拓教会 零个没有人 到后来教会自立的 搬到台南 从老化的教会 慢慢变成年轻化的教会 年轻化不是年轻人多 叫年轻化 也就是说满了枝僵 就算老了 还是年轻 大家了解吗 所以不在乎老人 不在乎年纪 我们说年轻化的教会 不是年轻人多 我告诉你 年轻人多的教会 不会做事的 不会做事的 教会必须要能够做事 一做事它就满了枝僵 这就是我们常说 常常发青 在生命里面 你会清脆的感觉 OK 那我们教会 简单讲 跳过这中间的阶段 直接到现在 我们看去年 我们在这边 第一次 4月17号的 第一次工地祷告会 到现在满了一周年 从平地起 从平地起 平地起不是盖起来 是平地起开始挖 平地开始往下挖 然后再往上盖 那这个就是根基 然后渐渐的 经过满一年 这是这个礼拜的 工地祷告会 我常常在生命里面想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环节里面 是在这当中等候 在神面前 然后这上面是 我们将来大会堂 请注意 弟兄姐妹 若是可以的话 请预备出你的时间 5月34号 这个顶会盖上去 那我们有感恩的礼拜 我很矛盾 人不要太多去 但是我希望大家去 这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 你把5月30号定起来 你不能去 你要为他祷告 但是那将是一个 划世代的一个 但是弟兄姐妹 我希望你能够去 但是我希望不要太多人去 那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挪 我不晓得 你自己决定 弟兄姐妹 在那一天 那一天 你要常常有一种见证 你知道吗 被掳归回的百姓 那一天 根基重新立起来的时候 他们的哭泣 他们的赞美 他们的恍惚 弟兄姐妹 高铁教会对我们来讲 不是一个新的建筑物 高铁教会对我们来讲 是触角 是台南市发展的一个触角 而这个触角要连动我们这边 然后连出一个训练基地 只要我们一有军校 就好像我们常说说 我们有黄埔军魂 我们就能够打胜仗的一个盼望 高铁教会是我们一个军校 今天这个地方是就好像我们的国度 而我们的国度训练出一个军校 将会是台南市下一个阶段 而每一个阶段 神都预备好了 我们不用担心 我就真的觉得 时候到了神就预备 那个预备将会是战场 高铁教会只是军校 只是军校 军校后面摆着一个很大的战场 而那个战场 你不要觉得雪落模糊的那种战场 那个战场是 耶和华尼西 知道吗 旌旗 将会是得胜的战场 OK 那我们来看这些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战场 我们教会将会出现一个 你想不到的一个圣经剧场 所谓剧场并不是音乐厅 剧场是人生的一台戏 天天都会活在台南市 然后神会给我们最新的技术 这礼拜二我们去看的 在那个最新的技术里面 你看到这个背景 其实我们就是小环节而已 但是整个看过去就好像一大片 但是真正重点还不是 你现在看的背景 这重点是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虚拟的人物站在我们当中 用那个眼镜才看得到 你们现在看不到 你们现在看不到 那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 用裸式也看得到的 这就是生命 好 你看这些故事 你看大家都其实在抓一些小鸭 你看不到 这个是用我们的眼镜才看得到 但是我现在讲这些 并不是说我们最新技术 我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说 有一天打造出来的 所有弟兄姐妹来到的时候 他们将会看到圣经的故事 活生生的活在我们当中 你的音乐 你的舞蹈 是活在亚哈王的时候 是活在伊利亚的时候 是活在大物的时候 是活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 那个场景 他们眼睛看过去就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这不是梦 这是启示 弟兄姐妹你要预备 在生命里面 神给我们的感动 一步一步再往前走 我们算什么 我们那么卑微 但是眼睛所看到的 有梦想成真 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为基督做梦 是好幸福的一件事情 有没有阿们 你不能不做梦 但是很多人都是做白日梦 请你记得 你一定要会做梦 而那个梦是梦想 是为基督而梦想 但是很多人 有啦 会为基督而梦想 但是空口说白话 少了一份动作 少了哪一份动作 你要为基督而梦想 下一步你要为基督而疯狂 少了这一部分 各位姐妹 我们祷告会 希望大家开始学习 为基督而疯狂的感觉 我到现在六十五岁 我觉得我生命才刚开始 我是很疯的 但是现在的疯狂 会带给我生命力 会带给我激动力 会带给我生命的喜乐 但是疯狂之后 当然我们还会讲 疯狂之后 会带来另一种骄傲 傲气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学我的样式 耶稣说的 你第一个你要换下你的重荡 第二你要学耶稣的样式 你换下重荡 神龙要在你身上 但是耶稣的样式 又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不夸这些 他要的紧紧夸口 信实永远长存 所以弟兄姐妹 我在生命里面 我只有一个疯狂 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实 永远长存 然后打开这一切疯狂的时候 大家 Hallelujah 你要赶快下台 你要赶快下台 弟兄姐妹 从以前我开始学这个功课 大家都听过 每次歌剧演完 一开始还会觉得说 哇 这歌剧我们应该出版 但是后来给我们感动 就是一演完 赶快做一个什么动作呢 阿们的动作 阿们的动作就是 明天一切都是新的 请大家忘记 昨天所演出的 然后生命 你就会发现 每一年都有 如果我紧紧抓住 要发表 这是我的作品 那第一 你最深就那一部 第二 会臭掉 谁理你啊 那没有人理你 你就开始苦毒 你就说英雄气短 你就说什么一大堆 遇不到伯乐 阿你又不是千尼玛 遇什么伯乐 你遇到巴拉就好了 那在故事里面 我们在思想 生命常常对我们说话 那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那一天我们到高雄历史博物馆 因为以色列独立日 在上个礼拜 然后引发了这个我们要去看的 三次我们在耶路撒呢 看到犹太人被屠杀的博物馆 那这一次是特拉维夫的博物馆 所带过来的 一样的 那这句话 上个礼拜天 洛哥在第一堂讲到的时候 有一句话蛮扎我们的心 后来我们就看了说 原来就是在那个博物馆里面的这句话 这句话所说 我们永远必须选边站 中立会帮助牙迫者 从未援助受害者 请大家注意 沉默会鼓励肆虐者 从未救助受虐者 所以弟兄姐妹 沉默 沉默 沉默是一些好人的致命伤 不要管人家 不要管人家 弟兄姐妹 其实你不是沉默 你是害怕 你是害怕 弟兄姐妹 有一天你推到火坑里面的时候 你就说 为什么没有人救我 因为你从来没有救过人 我在健康最难过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这种感动 神啊 随便一个人 随便一个人 开口来安慰我 我都会得到很大的帮助 无奈 真的 你会发现 全部等于都做好人 我一直要告诉大家 我收到两张卡片 给我很大的鼓励 他们解释得很简单 牧师支持你 我们永远支持你 两个都是当时的高中生 他们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他们只觉得牧师好难过 你知道吗 教会这么大 我得到的支持是来自一个高中生 而不是只识会 弟兄姐妹 你可以的 不可以当沉默者 真理的道路 你说那不是没有爱心吗 我们就是要爱心啊 那些beam 你必须要也爱他们 也爱他们 弟兄姐妹 魔鬼就是要你这么笨 选边站 圣经有这样说吗 圣经有这样说吗 弟兄姐妹 这是当年 这个很有名叫水晶之夜 水晶之夜 你以为是水晶 那个很贵的水晶 是那一天玻璃碎满地的 在火光之下 看起来像水晶 所以历史上称为水晶之夜 那一天突然纳粹发动所有的攻击 把所有犹太教的 所有教堂全部都烧毁 然后逼迫 然后所有的当地人 普洛人或者是德国人 善良的公民 那些善良的公民 那些好人在旁边看着 他们觉得这样不好吧 没有爱心 但是没有人敢讲话 沉默就好了 不要多管些事 弟兄姐妹 时代 我们怎么能够漠视缅甸 我们怎么能够漠视香港 我们怎么能够漠视习近平所做的 有时候我们一说 他们就说你是台独的 我们一说就是你们是 弟兄姐妹 很糟糕的话语 真理使我们不能沉默 真理使我们向着标杆挑起时代的一个选战 而你必须要站在真理 你必须要勇敢 你必须要勇敢 勇敢使你上命吗 没有 勇敢让你永远保持生命 在时代里面 好像很危险 但是那些沉默的后来全部都后悔 早知道我当时就敢站出来 弟兄姐妹 明天信息会跟大家分享这些观念问题 什么是虚实 什么是实 什么是虚 什么是实 好 弟兄姐妹 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 我们来看 圣经有这样说吗 选边站 好 弟兄姐妹 请记得 以利亚那时候在加密山 对他们说 你如果认为巴黎是对的 你就专心去那边嘛 选一边 你如果认为耶和华是真神 你就选这边 专心 然后所有百姓都怎样 他们都知道巴黎是很糟糕 神是唯一的 但是他们不敢动 为什么呢 因为怕 现在看得见的武力在这边 所有先知 巴黎先知那么多 军队那么多 国王都在这一边 所以他们知道那是可怕的地方 但是他们不敢说No 他们知道这是唯一的 这是真神 他们敬拜 但是这边只有一个 Only One 弟兄姐妹 他们不敢动 不敢动 弟兄姐妹 神降下火来的时候 立刻分别 然后我们在圣经里面说 有吗 圣经太多这故事 我简单的跟大家讲 这些故事 说都说不完 说都说不完 耶稣在比喻里面 就对他们说 你们在这个当中 我亵渎圣灵 我告诉你 今天我要告诉你 在属灵的战争里面 你不跟我相合 你就是以我为敌 所以弟兄姐妹 在神的道路里面 选边站的意思 并不是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你是这一班 你是那一班 所以就后来 有一些东西 就会变成 自己的自私变成分门结党 在同样信仰里面 就是如果在道路里面 你很容易变成合一 等一下我们讲合一 弟兄姐妹 选边站并不是分裂 选边站是真理跟非真理 如果你愿意选得很清楚 你就会变合一 你如果选不清楚 同样在教会里面 你也会分门结党 弟兄姐妹 故事在这个当中 说了 我们要讲可拉党的故事 这个很重要 其实类似故事 也发生在金牛堵的事情上 摩西也照样说 属于耶和华 过来这边 马上过来 那天死了三千人 知道吗 但是我们先说可拉党 可拉党这个 弟兄姐妹 这是最尊贵的自派 立位 最尊贵的立 自派 还有长子的自派 流边 这一系列的人 他们成为一个很大的势力 攻击摩西 但是在最后 神说了 凡属于 立位 凡属于可拉的 你如果站在他那边 你就一同灭亡 所以立刻请你选边站 离开 离开 弟兄姐那天摩西说 叫他们赶快离开 因为神速速要毁灭这些人 当他们这些群众 立刻察觉 今天 聚 聚 聚众很快 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 真正带领他们是摩西 而这些只是聚众而已 那你要在这个当中 如果你要了解的话 你要分别 你不可以站在中间 我这边 我了解他们 这也是好人 这也是好人 我们不是彼此相爱吗 弟兄姐妹 你不是彼此相爱 你只是害怕而已 但他们一离开 踩脚步一离开 那个审判立刻离到可拉 可拉跟他所有 反正属于他的 站在他那边的 没有放过 这就是 我心里面其实不打算 不打算攻击摩西 只不过跟他站在一起 弟兄姐妹 那一天全部都是 你要知道 拉河那一天 在他的环间 坠下一个红红的坠子 对不对 你不过来的话 你不选边的话 那一天 耶利哥城全死 你选边的 选到拉河那一个环间 你就得救了 故事就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犹太人那一天 说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的邻居 全部都退缩了 退缩了 你在生命里面 我沉默 沉默 我不是坏人 但是沉默 会帮助世界上 所有的坏人 弟兄姐妹 今天在真理 我们祷告会 就是一件事情 你必须成为 耶和华的军队 在故事里面 你了解吗 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那我们今天看 今天所要读的圣经 今天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给 那个阿列英文的 是少了一截 其实完整的是这样 恩事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 主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 运行一切的事情 在众人是众人 事情是一切 那我弟兄姐妹 那我们今天又想 等一下我们 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恩事 其实恩事只有一个目的 恩事只有一个目的 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教人怎样 得益处 所有给你恩事 都是要造就教会 恩事都不是你的 你会唱歌 请记得 你不是歌唱家 你不是歌唱家 你很会讲话 你不是演说家 你很会解经 你也不是拉笔 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 有各种不同的恩事 音乐也好 舞蹈也好 电脑也好 文书也好 设计也好 那都不是你的 那是神为了让你 能够服侍教会 就是大大的 家天恩事在你身上 如果你一离了 神的家 你那些恩事 第一 渐渐退去 第二个 没有指标性的东西 让你做 所以你那些恩事 立刻变成无用 立刻变成无用 多少的音乐家 没有教会 他们就等下一个音乐 音乐会 等不到 没有经纪人 没有音乐来邀请 有人以后 又没有观众 票盘往下 然后你一站出来 大家就 那些乐评就说 你是票盘了什么 毒药 那你就气死了 弟兄姐妹 好好读个音乐 读到后来气死了 何必呢 弟兄姐妹 道部来教会 每天演奏 在神面前 主啊我神 好简单哦 弟兄姐妹 但是你没想到 每天唱都是新歌 有姐妹恩事 在干什么 生子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会讲圣经 就是 生子 你搭配 搭配 每一个人公用不一样 甚至那最不起眼的 这更是神要加天上身上 好 以下时间 我们要来看 我们要看 你到底是哪一种恩事 你到底是哪一种肢体 这种肢体 这个刚才 这上礼拜我们所看的 还是一样 是为了要求别人的益处 OK 那我们其实帮助大家 所有恩事都是要造就 OK 好 弟兄姐妹 认识一下 你自己是哪一种肢体 你觉得呢 你只是肢体 你不是身体 没有一个人是身体 在座 你都需要别人 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别人 我需要教会 我需要你们 所以弟兄姐妹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肢体 一个身体里面 你觉得你是眼睛 还是手 还是耳朵 还是脚 看到了没 你觉得你是眼睛 好 我简单讲 眼睛就是你观察 观察力 Overseer就是 Overseer就是那个监督 你看得很远 看得很远 你这是领袖人才 看到的是异象 那执行力在 你如果是手的话 就是执行力 执行力就好像 我们说 Dickern就是那个执事 或者是秘书长 他实际上工作 他是出来工作的 然后他的手 宁巧 他能够执行各样的工作 如果你在教会是耳朵 那你就是很倾听 你就是关怀 你从耳朵所听见的 就融会贯通 让他知道你的路 是什么 抽丝薄茧 所有乱象 成为一条路 哇 你听到以后 那边一条路就出来了 真的 这个 你的倾听是一条道路 如果你是一个脚的话 那你就是服务 就是关怀的工作 你到任何地方 你到任何地方 什么地方都因为你的足迹 而变成量力起来 你就是执行 你行政同工 或者核心同工 或者是小组长之类的 弟兄姐妹 你是哪一种 OK 你想清楚了吗 你告诉旁边的人说 我是什么 你觉得 你不要告诉他 我是什么都有 你告诉他 你是什么 你觉得 好 你没有人可以告诉他 好 现在大家 OK 随便问好了 你自己认为 你是眼睛的几手 你自己认为 你是手的几手 好 很少 好 你觉得你是耳朵的几手 我们教会有好多顺风耳 好 来 你也是脚的几手 好 谢谢 弟兄姐妹 有人说 那我是别的 别的 别的 我们说的是 大家看得见的 好 弟兄姐妹 有一种最不起眼的 最不起眼的 最惨缺的 这个 这个 没有 看不到 感觉他 没有什么作用 就是鼻子 有没有人要做鼻子的 鼻子 不晓得能够干什么 又不能歪 又不能歪 然后又塌下去 真是的 弟兄姐妹 要让鼻子高一点 有什么办法 你知道吗 说一些谎话就可以了 这是卡通 弟兄姐妹 你看上面四个 没有眼睛 他可以活二三十年 没有手 他可以活一辈子 没有耳朵 他可以活很久 他可能就是听不到 龙人 我们说看 可以用手语 然后没有脚的话 没有脚残缺 他可以做轮椅 可以活一辈子 但是没有鼻子 你活不过三分钟 弟兄姐妹 生命的气息 越发不起眼的 神越发给他 更生命的最大重要 你要不要跟神祷告 你是一个鼻子的一个功能 好 开始有人会说 没有啦 我的恩师是嘴巴 弟兄姐妹 好 我恳求主 你不是嘴巴 嘴巴是妄恶之手 妄恶之手 弟兄姐妹 划船 有一个叫舵 大家同心合一 一二 一二 发龙舟 OK 大家一起划船 重点是后面 长舵的 一个舵 能够让大家 同心合一的事情 往一个方向走 圣经在那个地方说 小小一个舵 能够使 一个船 往前正确的方向走 也可以歪 而嘴巴就像那个舵一样 像那个舵一样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觉得 最能够表达 最厉害的就是嘴巴 所以很多人都想当嘴巴 因为最亮 最亮 最亮 所以如果要当嘴巴的话 最好的工作是什么 当牧师 所以牧师是望恶之手 知道吗 我不是开玩笑 真的 最容易当望恶之手 就是牧师 因为他必须说 很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对 我每个礼拜讲道 是对自己讲的 反正我讲的 都是我自己 常常做不到的 所以我才要讲 而你必须要虚心的 在生命里面 给讲道者 是一个生命里面警惕 生命里面警惕 弟兄姐妹 在这个当中 舌头 请记得 不要去当舌头 对 那没有舌头 怎么 弟兄姐妹 难道你不知道 全眼睛 手 脚 耳朵 全部都是 赞美的声音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能够赞美神的 包括因为你的工作 大家看到了 感觉到 你们就是世上的光 那就是在讲话了 那就是在讲道了 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给自己一个设限 我就是那个表演者 弟兄姐妹 你自己给设限错了 你不要做那一个 好像我说什么算什么 今天我们要常了解 赶快承认 你口里说出来的话 常常是你自己的骄傲 所以要谨慎你的言辞 谨慎言辞 不要轻易开口 因着这样子 我们来进入到 今天我们所读的 所有的恩事 都是只有一个目的 来我们一下时间 我们来听阿列英文 然后等一下我们跟他 一起来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今天的 中英文背经 今天我们来到 哥尼多前书 十二章四到五节 1 Corinthians chapter 12 verses 4 and 5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gifts But the same spirit distributes them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service But the same Lord Gift 这个单词 有天赋才能 或是恩赐的意思 He has a gift for music 他有音乐天赋 在圣经里面的 Spiritual gift 就是属灵的恩赐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gifts 恩赐有很多的种类 另一个单词是 distribute 分配 分发的意思 She distributed the money among the poor 他把钱分给穷人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gifts But the same spirit distributes them 属灵恩赐有很多种 但都是由同一位圣灵来分配的 我们来练习下今天的单词 Kind Kind Gift Gift Distribute Distribute Service Service 好 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gifts But the same spirit distributes them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service But the same Lord 好 谢谢 记得两个字 Gift 神给你的礼物 不是你的 Gift 不是你的 是神给你的 你如果不用 神收回去 而这个礼物 是外添在你身上的 弟兄姐妹 所以 不是你的 你要给大家分享 神给你这东西 是交在你手中 要请你分享的 你交在你手中 你霸占它 它就变成一个臭掉的东西 你分享它 它就是活水泉源 神把Gift给你 神把Gift给你 换在你手中 你认为是你的 那就臭掉 你如果把它分享给别人 那就是活水泉源 如果神让你赚很多钱 你把它变成是自己的产业 有一天你会失败 你会臭掉 你会变成臭财主 如果常常在你手中 你成为很多的建设 成为弟兄姐妹 很多帮助跟关怀 弟兄姐妹 很多人在你四周围都互书 然后这些钱你用不完 因为它是活水泉源 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歌唱 你的艺术 弟兄姐妹 我是一个Solo 那永远就是你自己 但是如果旁边 很多人跟你一起唱歌 那就是活水泉源 你的能力比他们好 但是你常常邀大家一起来 这些就是生命里面 共同点亮 为了教会 凡事都可行 但是都不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是记得 所有事情都为了要祝福别人 祝福别人 你的生命就会成为生命的故事 那现在是神把什么东西给你 就是刚才那个字 Distribute 神分配给你的 这两个字 弟兄姐妹 神给你的 神按着祂的意思给你 神按着祂的意思给你 你不要跟神说 我不要做鼻子 你如果给我鼻子的话 最好高一点 不要做那个他鼻子 弟兄姐妹 高鼻子跟他鼻子 它的功用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呼吸嘛 他鼻子能不能呼吸 可以啊 弟兄姐妹 有一天你发现 但鼻子被削掉的时候 你就知道鼻子多么棒 弟兄姐妹 在生命里面 你不可以跟神说 我只要当手 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恩事 你好好在你生命里面 活出你的恩事 你的生命就会是最美的 最甘甜的故事 弟兄姐妹 因为神在你身上 感觉到甘甜的甜味 这是很重要的 为这一切 你献上感谢 弟兄姐妹 因为所做的事情 都只为了一件事情 为众人 让众人在所有事情上 都得着恩典 都得着恩典 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些字 就是下礼拜要考试的字 写很简单 那我们在故事里面 回到这里所说的 弟兄姐妹 想一想 你自己是什么呢 你自己是什么 如果你愿意的话 弟兄姐妹 你做在什么工作 你不管是领导员 领导 或者是执行 或者是所有的辅导 弟兄姐妹 你就 你就专一 专一 这如我们罗马书12章所说的 你就专一在那边 然后让你的工作 活出甜的味道 就好了 你如果是辅导 让你的辅导位置 大家都好喜欢 年到你那边去 你如果是歌唱 大家都好喜欢到你那边去 如果你是领导 领导的职份 大家都好喜欢被你领导 那就好了 不要有压迫 不要有苦毒 不要交相指责 不要分门结党 是你在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合一 你在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快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是很多大 很多人觉得很稀奇的 就是我们教会 为什么那么快乐 很少人问 为什么那么会唱歌 因为我们没有很会唱歌 很少人问 为什么管线一团那么好 因为我们管线一团 没有那么好 很少人问说你的儿子 但是几乎大家都问 为什么教会这么快乐 有没有阿们 真的 弟兄姐妹 当你一进来的时候 只要你快乐 这些不怎么好的 都感觉好厉害 真的 弟兄姐妹 仔细听没有那么好 但是因为你快乐 感觉好厉害 我每个音乐剧 也都没有那么好 但是看到大家 在上面演戏的感觉 就觉得好棒 因为大家快乐 所以弟兄姐妹 重点是 求别人的益处 求别人的益处 这就是真理 而求别人益处 在属灵里面 那句话 属灵的话叫做 造就教会 不要造就自己 是造就教会 当我们抓到重点的时候 这就是故事了 千万不要说 我要做那个表达者 我是恐 我担心大家都不是嘴巴 都不是嘴巴 凡是所出来的声音 全部都是有耳 有眼睛 有手 有脚 全部都是服务 那些都是 那些都是言语 不要用自己的口 当做你的恩师 因为那会讲出自己的自私 而且判断出来 都是魔鬼的心意 弟兄姐妹 请留意一件事情 生命的颂赞 是合一赞出来的 而不是肢体 生命的赞美 你以为那是嘴巴赞美 生命的赞美是 所有肢体合一 自然而然就是颂赞 如果是你的嘴巴的话 一定是苦毒 因为一定是保护自己的 一定是诉说自己的 所以神说 神的仆人不寻然 不养生 不再解释 让人家听到他的声音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 当我们能够明白的时候 我们最后来跟大家思想 这也是今天牧人的 牧人青草地的故事 下雨 现在大家都在求雨 都在求雨 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 牧师我们要不要来 办一个求雨的特别聚会 也可以啊 但是我想告诉你 就是说 有两种祷告 有一种祷告叫做 求主不要下雨 请看 他肯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那一天 以利亚在那个时候 说我如果不祷告 这三年不下雨 弟兄姐妹 你知道有这种祷告吗 求主不要下雨 因为旱灾一来 灾难一来 就反转 分别出真跟假 时代借着苦难 分出真跟假出来 真假分出来以后 就下雨 那时候下雨 就有果效 所以以利亚 同样跟我们性情 是一样的 以利亚 他不是孤僻的人 他不是怪人 他不是奇怪的人 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 但他的祷告 是带着神的心意 他神的心意说 神我知道 不用下雨 时候到了 在加密山 关键时候 得胜了以后 主啊求你下雨 雨就下来了 而且是倾盆大雨 弟兄姐妹 今天你预备好了吗 预备好了吗 下雨这件事情 我不是很赞成去求雨 圣经说了 天必射不下雨 你不要求雨 你要到圣殿里面 求你的罪得到赦免 因为你的生命是 热动了神的怒气 如果你不是热动了神的怒气 下雨这种东西 你不用去求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祷告主啊 求你明天早上太阳能够出来 因为那是生生不喜的 对不对 下雨也是生生不喜的 下雨也是生生不喜的 这叫食雨 神在时候降下肛龄 那个叫春雨跟秋雨 我们教会连下雨都有 弟兄姐妹 那怎么都没有冬雨 冬天是下雪的 我们以后再成立一个冬雪夜团 但是这好像综艺节目的感觉 好 白雪综艺团 好 那我们在这个了解 其实下雨真的不用去求 如果为人正直的话 实在对的话 这个就是生生不喜 根本都不用祷告的 这是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但是人如果犯了罪的话 神在这个地方告诉你 借着灾难对你说话 如果你不懂灾难 这种话语 你一直求雨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再次求主 现在我们要有一个特别的祷告 是为了时代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生命里面 弟兄姐妹 当你祷告对的话 我希望你听得懂这句话 不是自私哦 祷告对的话 会变成只有你这边有水 你别的地方没水 弟兄姐妹 希望你听得懂 我不是自私 但是神会分别出来的 当你走对路的时候 割上地没有灾难 其他到处都是灾难 当你走对路的时候 这边有水 其他地方没水 当你走对路的时候 只有以利亚跟那个寡妇 三年内全部都有东西吃 全部都有水 只有他这一家是这样子 没有断粮过 如果你对的话 只有你这边有 别的地方没有 但是你要祷告 有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 神的心正在运行 如果你是对的话 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平安 但是最怕的是 只有你有水的话 变成骄傲 怕的就是 只有你平安的时候 变成你骄傲 只有你们这边 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犯众 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这故事 能够再次提醒我们 在故事里面 生命里面说 最后所说 还有这种语叫透语 降下透语 这叫甘霖 好 请注意看圣经 圣经所说 透语不是让你喝有水喝 也不是春语 也不是秋语 降下透语叫做甘霖 是降在哪里 降在新田里面 他所说的不是雨 是地软火 地软火 因着这雨 他地就软火了 弟兄姐妹 他的比喻在比喻 圣灵浇灌在你身上 你整个生命会变成柔软 柔软 只要你一柔软 你就能够接收 所有神给你的感动 所有感动 你就能够去爱所有的人 你事做就结满果子 凡你所做的都是为别人的益处 你到处 在你生命里面 结出各样的五谷 所有的青草 所有的作物 所有的小羊 都在你四周围 欢喜歌唱 大树小树 都在那边欢喜歌唱 只要你是柔软的话 那地就不会干旱 弟兄姐妹 你心里柔软吗 弟兄姐妹 你心里柔软吗 你柔软的话 你一定现在是笑容的 喜乐 弟兄姐妹 你来到神的家 你有没有快乐 弟兄姐妹 你如果快乐的话 你心里开始柔软了 好喜欢来教会 请问你今天来教会干嘛 我也不知道 总之一来就好快乐 弟兄姐妹 那就对了 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只要来到这边 敬在神的爱里面 就够了 我们不是一大堆的 敬在神的爱里面泡澡吗 弟兄姐妹 你不用担心这个 自然神会随他的心给你恩施 随圣灵的意识给你恩施 你会想不到了 你生命居然能够这样子 但是你愿意必须要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 你不要一直夸你自己的恩施 这是重点 但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思想 gift这个字 distribute这个字 神分给你的 造他的心意给你的 好 当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思想 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们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再次抓到 你在神面前是什么故事呢 是什么故事呢 弟兄姐妹 我们请小敬拜团上来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 今天我们仍然用眼光来看神 神 你在前头我怕什么 在我生命里面 我凡事顺服 我只有一件事情 你说的道路 就是我要走的道路 你说的路 就是我要走的路 昨天有一个基督教电台 国际的基督教电台 来跟我录影 说要录 出埃及记一到四十章 一个早上 我要一杯一到四十章 那盖药把它录完 录了十四集下午 疯掉了 但是 我后来看了我一杯的 感谢神 让我有机会一次把四十章 把它做一个盖药性的整理 而这盖药性的整理 我看到 请注意听 以前我们读出埃及记 你印象深刻的就是 十个灾难 对不对 你以前看到了 都是过红海 对不对 亚玛利人的打仗 对不对 你都看到这些 你看到麻辣 有没有 但是我整理完 一到四十章的时候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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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用好多的心思 教你们怎么做 灰木 那个桌子 那个坛 那个夜归 亚伦你的衣服 亚伦你祭司的恩典 洁净 那个肾高 那个香火 是不是是神所要的 我看见神所说 灰木云彩充满在这当中 我整个事实上看完 我发现重点是灰木 比撒裂 神怎么用圣灵 搅灌在你身上 使你再跟着世界 分别出来 弟兄姐妹 我感谢神 神在昨天很大的事 深刻的教导我 但是灰木不好讲 讲起来每一章都一样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每一章都不一样 但愿你能够进入到 圣殿里的敬拜 不要求什么神迹 铺天盖地的神迹 连看了铺天盖地的神迹 人都不改变 照样放肆 但是你进入到 真正圣殿敬拜的时候 他们的敬畏 在神明前看见 神在对我们说话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生命的顺服 最后一首歌在这里 成为我们生命 再次教导们 这样子 耶稣基督是职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耶稣基督是职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是生命中的美好 要的美好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忠心 世界万物 都丢弃看作奋土 我要得到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忠心 一生莫处 基督赴敌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职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隔世快跑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忠心 世界万物 都丢弃看作奋土 为要得到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忠心 一生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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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赴敌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各位姐妹 这时候我们安静 在祷告里面再一次敬礼 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安静 闭上你的眼睛 你在心里面回想 今天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 你所听到的是什么 神在我们生命里告诉我们说 其实恩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功用也都不一样 但是在我们当中 圣灵却是一位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是一位 我们不管什么恩师 其实都是为了要侍奉我们的主 侍奉这个教会 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 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我到底所做的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我的身体 就好像肢体一样 但是这个肢体 因为融进去我所爱的教会 我的肢体就变成好快乐的肢体 而且是很健康的肢体 求主你帮助我们 回想我所做的是什么 我们用感恩的心在神面前说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手中的器皿 我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加合乎主用 你觉得在生命里面 这样的快乐在生命当中吗 你希望在生命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吗 你希望在生命里面更多更完全的 成就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吗 你愿意的话 举行的右手来 请放下 现在我们每个人一样的 我们短短时间 可能不到一分钟我们自己的祷告 把自己奉献给神 你可以在你的位置上 你在你的座垫前面这样跪下来祷告都可以 我相信神在我们故事里面对我们说话 这时候是你跟神之间最甜蜜的 祷告的花园 祷告的花园 我很珍惜这种 你在神面前就得到神的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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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慢慢站起来 我们请敬拜团 我们在这里一起唱这呼歌 我要顺服 但愿我们在生命前 用这心成为在敬拜里面 祷告的感恩 我要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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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的中心 世界万物都丢去探索分主 为要得照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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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的中心 一生莫处 祈祷福音的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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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个祷告 如果你同时间知道你身体里面的病痛 你可以直接按收在你的身体的病痛当中 弟兄姐妹很认真的邀请你进入到医治的荣耀里面 很认真的邀请你一起走进神在我们当中拥抱我们的故事 这是生命里面的祝福 当你刚才继续守的时候 神说我要用你 你在神的器皿当中是最宝贵的 你的宝贵 你在医治别人 分享别人 在祝福别人 请记得你已经祝福你自己了 也许你的串伤不会变成好 你残缺的肢体也没有变成好 但是基督的香气在那里面 你会变成比别人健康的还要好 这是我们一直看见的故事 我们不要贪心说我要变怎样 我只有一件事情 我小小的躯体 却能够成为像巨人帮的那样亮光 这是神给我们的允许 现在结束 当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 可求你圣灵如恶恩允降临在我们当中 你降下恩允的时候 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你浇灌我们生命的心田 使我们护输起来 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灵的荣耀 让我们在你面前看见 你医治我们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些医治是因为我们学习圣洁 这些医治是我们学习把罪恶拿掉 把苦毒拿掉 把自私拿掉 把骄傲拿掉 结束帮助我们这时候 我们已经站在这一个 学习柔软谦卑的道路上面 结束就在这时候 求主你帮助我们 放下我们的骄傲 放下我们的自我 不满 这是你的道路 求主你帮助我们 放下这一切 让我们在你面前 专心走你的道路 专心学习 我就是爱教会 我就是好爱教会 我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最快乐的地方 结束自从我们祷告这样子的时候 每一回我们就想到 我们就感觉到 弟兄姐妹也好爱我们 我们就被爱了 我们就被鼓励了 原来我们学习鼓励别人 爱别人 我们最大的鼓励 就从这当中一起进来了 让我们学习这样的秘诀 也让我们学习更多的为别人想 更多的体贴别人的需要 每次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也没想到 别人就开始体贴我们了 就开始为我们想了 很大的奇妙 圣灵的工作 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 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答对了 但是我们学习 在神面前 用爱来彼此包容的时候 我们生命 不是自己想的 但是所走了 比自己想的还要好 还要丰富 当你圣灵交关我们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们 进入到最美丽的教会 这里有如在神的国里面 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求主你恩高祝福我们 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引导我们在你面前 彼此的分享 让这一条道路里面 所看到的 虽然灾难是在我们的四周围 但是你知道时候 在你的时候 你会降下雨来 在你的时候 你早就降下恩雨在我们当中了 但是更在你的时候 你会用你的仆人的祷告 成为时代的见证 我们不急 我们不急 我们这急一件事情 我们灵魂归下 你的速度太慢了 主耶稣帮助我们 为这时代祷告 死后到了 你会让我们打圣仗 打圣仗之后 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早就都在我们的四周围了 主耶稣谢谢你 现在我们就在平安里面 我们看到四周围有那么多灾难 苦难 让我们用心来思想 我还能够给他们什么 或者我们能够告诉他们什么事情 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恩典 加上恩典 力量 加上力量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成为每一天的感恩 跟每天的祷告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 愿我主耶稣记得恩惠 上帝的慈爱 并圣灵的感动 参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 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能够明白 主你的心意 在每一天 从今时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把他们归给神 好不好 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 在神面前献上我们彼此的祝福 我们的明日将会充满神的爱 充满神的喜业